Hi, my name is Kaiwan 又來到每週的當兵分享啦 來分享這一週發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現在已經剩下九週了,再當九週的兵 我們就可以回家開心的吃自己囉!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先說 就是已經到第二週的放假 這件事一直困擾著我,就是他的回報制度 他的回報...亂七八糟 這裡有一個保修蓮的大群組 這個是140個人的大群組 這裡有執行官在8點23分傳了一封訊息 它上面寫 以上在外人員請注意返家時間回報群組 有延後或並更行程也請回覆訊息做更新 班長一定會等你們平安到家才會休息 在9點05分的時候我已經滾動更新 我已經到家了,所以我就去睡覺了 但是後面的事情就...神奇的發展起來 在9點14分的時候在另外一個群組有一個班長說 別忘記我們該回報囉 但是在9點14分我已經去睡覺了 我到底是怎麼接到這個訊息 其實我們在晚上回報的時候 應該是8點就開始 但是到9點14分沒有人回報 所以就是沒有人知道該回報 不是...就沒有人知道該回報 的確是這樣子 沒有一個人回報 等到班長9點14分的時候 才有人開始回報 所以大家都以為8點之後那個執行官的回報 就已經是晚上回報了 沒有人知道還需要再回報一次 所以我沒有接收到訊息 晚上當然就有人一直瘋狂打電話過來 所以這個群組下面最後就是一直瘋狂的tag我 說我到底在哪裡?父母都沒接 然後奪命連環call還是沒有人接 這種訊息 那這個班長也的確就是奪命連環call 然後還傳了一些怒的貼圖 反正我要解決這件事情 第一個我覺得我們回報群組太多 而且太繁瑣 我們需要回報大群 然後後來又有那個輔導群 班長提醒我們的輔導群 接下來又要再接班長的電話 你一個晚上你需要處理這麼多事情 而且時間還是不一定的 我們回報群組是可以固定時間 但是你班長打電話的時間是不一定的 他是說8點之後都有可能打電話給你 那這樣子你到底如何休息呢? 你不知道到底會不會有班長打電話給你 有可能沒有班長打電話給你 他說你就逃過一劫 但是如果有班長打電話給你 你到底要怎麼解決? 你9點多你就要去睡覺了 那他9點多之後再打電話給你 那到底是誰的問題呢? 第二個就是我可能誤會執行官的那一封訊息 因為他寫說10點後要私訊他說 有沒有飲酒的那一個訊息 我可能誤會了 因為我以為就是只有10點之後的人 才需要私訊給執行官 第三如果這件事情影響到我的之後的放假的話 那我就會一直向上回報 一直回報到這件事情變得簡單輕鬆的回報 我們才會結束這件事情 我們就一直 因為班長其實就只是接收上面的命令 來執行的人而已 所以他們其實也沒有辦法改變什麼 我們就只能向士官長 連長 或者是更上面的長官來回報這件事情 去談談 坐下來好好談 到底這件事情的意義是什麼? 到底要如何讓這件事情變得更有意義 更輕鬆讓大家可以很好的去執行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真的的確是影響到我的生活 我放假每天都提心吊膽 我們要去接班長的電話啊 或者是我要準時去回報這些群組 準時回報群組是還好 但是我們要去接班長的這些電話 真的是影響我們的放假生活 那我們就繼續分享我們在軍中發生的歡樂事情吧 我們當兵其實早上6點才起床 但是我旁邊這一個人提早了半個小時起床 他每天都提早半個小時起床 而且他在那裡摺蚊帳跟棉被真的是 整張床是這樣子 巨力搖晃 真的是 就是我只能陪他提早半個小時起床 因為他開始起床 我就睡不著了 整張床在搖 根本沒有辦法睡覺 那我們這一天也是在我軍中裡面 第一天發生下雨的這個狀況 就是第一天遇到下雨啦 那我們就是穿著雨衣 有上半身的雨衣跟下半身 就是褲子的部分 就有兩個部分的雨衣 那有人的雨衣比較酷炫 就是看起來像那個刺客教條 刺客教條的那種大披風 然後就是很酷 然後有風就是這樣子飄 就真的是刺客教條那種披風的雨衣 那這一天呢無預警的去驗尿 那因為他就是無預警的驗尿 那我其實我在驗尿前就已經去上廁所了 所以我在驗尿的時候 擠不出尿來 所以我就是早上的時候驗尿 他就是莫名其妙就帶我們去一個廁所 然後就是說叫你尿出來 那我在驗尿前我已經尿了 那我要在驗尿的時候 就真的是擠不出來 一滴都擠不出來 我就站在小便頭前面一個小時 有點像是被罰站的感覺 就站在小便頭看著牆壁 一個小時真的整整一個小時 整整一個小時到他們已經受不了了 他們覺得太久了 他們叫我先回去下午再驗 那他說下午驗的時候是早上起床 他說他就會有人帶我去驗 所以我就下午的時候憋著尿 那就在等 到底誰要帶我去驗尿 我就等等等 等到四點多 我受不了了 就不知道沒有人帶我去驗尿 所以我就去上廁所 但是我上完廁所馬上集合 馬上就有人帶我去驗尿 這真的是運氣實在是不好到一個爆炸 就是馬上上完廁所 就有人帶我去驗尿 所以我馬上在下午的時候 驗尿的時候 就站在小便頭前面一個小時 真的是腳爆炸痠 就一直站在小便頭 好像監獄一樣 這比監獄還困難 監獄你還可以躺在地上 我是站在小便頭 聞著尿騷味 站在那裡 看著白色的牆壁 以後我是一個小時 那我就是在那裡狂灌水 他們也一直看著我狂灌水 我真的就是尿不出來 反正就是一個多小時後 終於尿出來了 這個是芭樂的驗尿 就是完全時間都被錯開 我剛上完廁所 然後馬上他就叫我去驗尿 真的是運氣實在是不好到爆炸 那這一天半夜被人醒起來上廁所 因為前一天驗尿 真的是喝太多水 所以整個晚上一直尿 尿完走出廁所 就感覺我想要再繼續尿 但是就 就一直想要尿 所以我半夜的時候被人醒起來 就沒辦法 膀胱要炸開來 所以我就半夜去上廁所 真的是 超麻煩 這一天檢查服役的時候 有檢查那個頭髮 那他們覺得我頭髮太長 所以我下午的時候就被 強迫花50塊去剪頭髮 那還有那個阿姨還蠻用心的剪頭髮 他就是不像成功靈那種粗暴的 像剃羊毛這樣子暴力的儲你的頭髮 我們這裡是比較細心的 因為50塊可能收的比較多 那他剃完他只剃我旁邊後面 他上面跟前面都沒有剃 那我就問那個阿姨說 我上面要剃嗎 然後他就說 兩個月而已啦 帥帥就好 所以就是我也不知道 他們軍中的規定到底是什麼 那個阿姨來他上面也不幫我剃 他說帥帥就好 我也不知道 到底會不會持續被登記呢 還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反正阿姨已經幫我剪過了 我就 就這樣吧 就是帥帥就好 這一天我們基本訓練是在訓練 敬禮的部分 就是你的手要這樣子 就是不能彎起來 這樣子不行 就是你要整個攤平 這每一個人幾乎都不行 就是你要整個攤平 但是又沒有翹起來 這真的是超級困難 你的手會整個像抽筋一樣 那我們一排一排檢查 我們差不多有四排的人吧 那我是站在第一排 那第一排的人就是敬禮之後 他就繼續往後去檢查後面的人 那我們就一直持續敬禮這個姿勢 差不多 五分鐘吧 超級久 我們就一直持續這個姿勢 而且非常僵硬 我們的手 全部都麻掉 我們第一排的人真的是 超級超級手超級痠 那下午我們有一個寫字工材 就是比較輕鬆 就是在冷氣房裡面寫字工材 那這個又有點像在偽造文書 就是他有那個餐廳食用 就是餐廳的問卷 就是你餐廳食物好不好吃 環境好不好 什麼服務態度好不好 之類的這種問卷 那問卷呢 他發下來 理論上是每個人都在寫 但是他就發給其中幾個 十幾個人寫 那我一個人就寫了八張的問卷 把一些所有的問題 什麼通風啊 什麼 餐台會漏電 我們那個夾菜的餐台會漏電 就你如果運氣不好的話 你會被那個餐台電到 你要吃個菜你還被電到 超好笑 就反正就把一些問題全部列出來 這一天午餐有出乎意料了豬肋排 就是軍中裡面有豬肋排 感覺是還不錯 那我第一次夾的時候 我以為豬肋排可能會硬邦邦 因為不相信軍中的食物會多好吃 但是其實還蠻好吃 就是還蠻軟的 因為他是用烤的 然後還蠻多汁的 就是還蠻讚的啦 就是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太多了 所以我又再去夾第二分 那麼這個下午有一個 不知道在幹什麼的訓練 因為他說我們明天要健測 所以要訓練一下 我們到了最後一天才在訓練 這是不是太遲了 臨時抱佛教的概念 而且這個訓練真的很智障 叫你跑五百公尺 然後兩圈 然後還在那裡鴨子跳 有點像是青蛙跳這樣子 然後跳過去 然後大腿超痠 結果隔天要健測 這根本就是在整人吧 就是想要讓大家不過嗎 還是怎麼樣 在前一天才在那裡 超級高強度的訓練 這不知道在幹什麼 那這一天真的體驗了那個 打掃兵的狀況 就是我們要去掃窗溝啊 掃落葉啊 之類的東西 就是一直瘋狂的打掃寢室 然後就是 能摸的就摸吧 不知道在看什麼 就是打掃乾淨 然後大家也沒什麼動力 反正時間到了大家就收 就是沒有什麼心在打掃 就是但是就要被強迫要打掃 就是打掃兵 那下午騎床就是來健測了 那仰臥騎座我其實還蠻OK的 但是伏地挺身我其實還蠻吃力的 要做到29下才及格的伏地挺身 我是蠻吃力的啦 那反正我最後伏地挺身做了30一下 都做了兩下 真的是 後面超級超級喘 然後已經 快撐不起來 但是就是要硬撐 因為如果你健測沒有過的話 你這整個月的運動時間 下午運動時間 你就是要一直去 處理這個健測的內容 就是仰臥騎座伏地挺身跟跑3000公尺 就是聽起來就是蠻不好玩的 所以我就是硬撐要把它撐過 伏地挺身31下 仰臥騎座41下 因為我仰臥騎座的時候前面幾下 後面有班長在看 他就說你不標準扣5下 然後又被扣5下 所以我還蠻緊張的 怕會被扣 所以我就多做幾下 因為其實31分 31下就是已經過了 但是我做了41下 管他了隨便 然後接著就是跑3公里的部分 那3公里因為昨天的那個 超級高強度的訓練 跑第一圈的時候 大腿已經痠到炸開來 就昨天那個訓練真的是在整人 就是讓你全身痠痛 然後你在那裡跑3公里 反正我還是硬著頭皮 用我的意志力把它跑完了 我們跑了 我啦我跑了第7名 就是全部第7個 然後跑15分37秒 還行啦 就是有過 那我們這一天6點之後 完全沒有要集合 就直接洗完澡 滑手機滑到爽 滑到9點半 都已經滑到不知道到幹什麼了 因為訊號也不好 網路訊號也不好 一下有一下沒有 然後就是一直滑手機 滑到9點半 然後就休息吧 因為腳真的是爆炸痠 抬腿是一定要的 其他的就隨緣了 那這個早上的訓練還蠻酷 就是要去報告班長要請示出列 跟報告班長要請示入列的部分 就還蠻有趣的 因為是一個人一個人去 所以在講的時候還蠻緊張的 但是就 那我帶清楚 就順順的把它講出來就好 那這一天有一個邪惡的公差 那我很不幸的被選到 就是在大太陽下面要搬 40張桌子 100張椅子 然後大概只有十幾個人在搬 那在搬桌椅這個過程 我有學到一個就是 如果你在當領導人的時候 你要真的想清楚 大家的後果 你再去下達命令 而不是就是想到什麼就是去下達命令 然後下達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命令 然後你自己麻煩 大家也累到不行 所以你這樣子可信度就會低到不行 所以你要腦袋清楚 再下達命令 讓大家知道你有在想 有在思考 然後你下達命令是準確的 那如果一個領導者 他下達命令真的出現的問題 那應該是領導那一個人 需要去扛這個責任 那這一個執行官 他真的有扛起這個責任 我覺得真的是值得學習 就是下達命令 如果政策錯誤 他有去扛這個責任 我覺得真的是還蠻值得敬佩的 後面這個執行官 他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就是我們的桌椅要如何擺放 那我覺得很值得學習 就是他有問大家的意見跟想法 我覺得這真的是值得學習 因為你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如果你硬頭皮自己一個人單挑 你可能會有想不到的東西 那你如果問問大家 大家的想法 提供你有更多的解決方案 讓你更順利的解決問題 這真的是值得學習的地方 那這一天已經是換執行 那換到我下鋪的那個班長 然後他第一天一直 有點像是小小碎念 就是說 這個髒東西 就是其實沒有任何一個班長 會希望自己去背那個執行 因為真的是還蠻累的 然後你要一直在音區裡面 隨時隨地的 知道大家在幹什麼 然後就是壓力應該還蠻大的 他們抽煙抽的還蠻兇的 每次去丟煙底 像是這樣一大把的煙底去丟 看他壓力真的是還蠻大的 就辛苦了啊 那我們在吃飯的那個餐廳 晚上常常沒有水 我也不確定到底是水塔的問題 還是什麼 馬達的問題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吃飯要洗碗的那個水 常常會沒有 然後我還要去搶著洗碗 因為我第一個 就是可能前面幾個人吃碗有水洗 後面的人就都沒有水洗 你就要拿著張張的碗 回到你睡覺的地方洗 可是解決方式就是 你趕快把飯吃完趕快去洗碗 就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這一天早上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大家莫名其妙超級早起床 大概5點40分的時候 全部人都已經把蚊帳都折好 已經都下床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是大家都想家了吧 或者是今天肯清大家都很興奮之類的 因為可以12點就放人 這一天早上在吃早餐的時候 發現一件不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我把我的餐帶跟我的帽子 放在桌子上佔位子 那我回來的時候 發現我的餐帶跟帽子都在地上 然後有一個兩條槓槓的 就不是我們二兵 已經是兩條槓槓 就是應該是班長或是上面的職位 他們把我的東西撥到地板上 反正我拿完餐回來的時候 我的帽子跟我的餐帶都在地上 一坨在地上 我真的覺得不是很好 那如果有可能站到他的位子 他也不好好說 他也沒有跟我說任何一句話 他就直接把我的東西 全部撥到亂七八糟在地板上 真的很不好 就像耍流氓 不講道理的垃圾軍人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而且他是兩條槓槓 不是我們的二兵 是班長 這樣子真的很不好 然後我們其他 上面長官只關心外面的形象 外在的形象 就是我們在民眾社 那個社會上面的形象 說什麼 喔軍人啊怎麼樣 要穿得怎麼樣啊 然後要有禮貌啊 然後怎麼樣 結果我們在軍中 這些基本的 連講道理都不會這樣亂七八糟 那我們還在管外面的形象幹什麼 裡面就已經亂七八糟了 外面管這個形象 完全沒有意義啊 反正就是早上吃早餐的時候 有智障的軍官幫我東西撥到地板上 還不講道理 就是 早上的時候我們就去打掃 又是打掃兵 因為我們中午的時候有家長要來 就是肯清會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是認真打掃一下 所以我們去撈一下那個水溝 那個水溝真的是積水 然後上面都是落葉 真的很像在撈紫菜湯 我真心不騙 那些落葉已經泡爛 泡撈已經都變黑色了 真的很像紫菜 然後我們又拿那個超級長的池 然後上面是湯匙 就是有洞洞的湯匙 可以沥水那種湯匙 真的這樣子撈 超像在撈紫菜湯了 就這樣撈起來 以後沒有人敢吃紫菜湯 所以我們就掃一下廁所 撈一下紫菜湯 然後再去掃一下落葉 差不多就這樣子 然後時間就到 我們就去觀修 就是休息的地方 然後等家長來 然後我去搶了兩瓶寶礦麗 就是他有那個給家長的 餅乾啊 什麼旺旺啊 餅乾鮮貝之類 然後還有飲料這樣子 我就去搶了兩瓶寶礦麗 反正就中午12點前就放假 然後我就可以開心去做 我想要做的事情囉